大家好 这里是兰花生活频道 分享养蓝养花点点滴滴 欢迎订阅 今天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株石壶蓝 叫Denjobian Family 中文名字叫四角石壶 在我介绍这一株四角石壶之前 我需要做一个更正 就是上上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株黑毛石壶的杂交频族 当时我说它是那个丹玛丽 我这个标签上确实也是写着那个丹玛丽 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叫Fostdown 经过网友的指证Fostdown 其实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做黎明或者曙光 是另外一个品种 虽然也是杂交 黑毛石壶的杂交 其实这个 Fostdown 也就是说黎明或者曙光 这个品种的话 它是三种原生石壶的杂交 而丹玛丽是两种原生石壶的杂交 丹玛丽的两种清本 跟那个Fostdown的那个三种清本中的两种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其实 丹玛丽和那个Fostdown 也就是黎明或者曙光 它们有两个共同的清本 而那个黎明或者曙光 四角石壶 这个中文名字应该是 是对的 而且这个石壶它不是杂交品种 它是一种原生品种 现在它开花了 一共有两个花枝 就是 这两个花枝 你可以看到 它是 都不是从那个 都不是从这个顶端发出来的 而是从那个这个石壶的 苏鲁伯伯的这个侧面发出来的 我喜欢这一个 这一颗石壶的话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它的花其实是香的 第二个原因的话 是它这个花很鲜 当然它是现在是垂下去了 如果它是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撑起来的话 可以看到 它这个花瓣的颜色 在边缘的地方有一点 那个淡淡的紫色 然后慢慢的往里面的话 是变白变淡 最后中心的那个部位 是一个很明亮的 黄色的那个圆 像圆点一样的圆圈一样的 所以这一颗石壶 色彩对比特别的鲜明 而且这个它这个花瓣是 薄如蚕蚕 就是比较薄薄的 那个这样如果有风一吹的话 随风飘跃 非常的像那个翩翩舞动的仙子 所以特别的仙感觉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一组原生的石壶的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考虑入手一颗 现在正是这种石壶的花季 它这个石壶的话 其实跟其他的石壶 类似于春石壶的一种培养方法 也就是说积极生长期要给足水肥 然后给足那个光照 然后冬天的话 它有一段时间 它不叫那个就休眠期吧 就有一段 有一段就是有一段 需要比较干燥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它不会停止生长 但是呢 我们不叫它休眠期 但是它生长比较缓慢 那段时期的话 就是给的水要少一点 尽量的就不能让它烂根 如果给水太多的话 那段时间有可能会烂根 好了 这一颗原生的四角石壶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